2018亚加达亚运会 朱婷领衔中国女排出征,是要重新夺回亚运金牌 4年前人穿亚运会中国女排却藏多名助力 在决赛中不抵冬到主韩国女排获得亚军 朱婷作为中国队的王牌,也是世界女子排单数一数二的人物 在亚加达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争相和他合影 让我们来看看和朱婷合影的都有谁 进水楼台仙得月,中国驱棍球队队员,在电梯内和朱婷合影 由于个子太高,朱婷还很有礼貌的弯下了腰 这位和朱婷合影的小姐姐戴着眼镜,看起来挺斯文的 其实她是蒙古女篮的教练 教练看到朱婷这么高,运动能那么强 是不是再想不打篮球可惜了呀 有一个艳名小伙是朱婷的铁粉 在艳名羽毛球是国球 没想到她会那么喜欢打排球的朱婷 她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和偶像的合影 并用汉语拼音听出了她最想对朱婷说的话 我真的爱朱婷,中国女排3比0完胜越南女排的赛后 很多越南队员来不及想输球 得失落抢着和朱婷合影 网友调侃,真心不容易啊 要努力成为职业球员才行 菲律宾队员也在个人社交媒体 晒出了和朱婷在训练房的合影 她笑的就像恶孩子 香港女男队长和朱婷,刘晓彤的合影 小心老有女男的人来套近乎 女男队长你是不是来挖人了 有好吃的吗?有小鱼干嘛? 有的话可以商量一下 哈哈 谢谢大家